你们看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看今天那些经文 觉得什么? 心惊疼 心惊疼 其他人看到有什么感觉? 打得很厉害 打得很厉害 你们可以当时告诉我 好 好 我们今次会继续讲第五、第六号 啟示录第五、第六号 未讲之前 我们重温之前讲过什么 很简单 啟示录讲到发生的事情 首先讲到七印 这个七印我现在打出来 其实大家可以上网看福卿宣教事工 你就会看到清楚的版本 你也可以要求我把WhatsApp 发送给你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七印 第一印有一个白马 骑人白马的拿着公 这个很多人认为是敌基督 因为基督出现不是拿着公 而且他没有形容他所做的事 是与基督有关的 多数觉得他是基督 而且是天使吩咐你出来 所以是天使授权他 但耶稣出现的时候 从来没有天使吩咐他出来 第二个印就是 红马 夺去太平 这个很特别 第二印应验的时候 是夺去太平 不只是有战争 现在也经常有战争 但是夺去太平 即是地上差不多没有太平存在 即是周围都是打仗 这样才应验这个经文 还有人互相伤 但圣经很特别 就说到有大刀赐给他 其实启示的很特别 就是说到灾难 和说到敌基督的权柄 都是说到神赐给他的 譬如敌基督有42个月 那42个月是谁定他有42个月 如果敌基督自己定 那他可能定很长时间 但是现在他定他的时间 是有42个月 接着他就会被杀 所以这个时间应该就是神定的时间 神容许奪去太平 很多人就会很害怕 其实启示录很多人很害怕 亦因为这样的缘故 很多人就很想快点 在大灾难消失被提 但是当我们知道 是神掌管的时候 而当我们听神的话 神一定体重的时候 虽然在大灾难基督徒会被杀 但是神也会保守基督徒 在大灾难会得到保护 因为如果不是一下子 一开始就全部杀清 以后都没有再有基督徒作见证 因为他说到基督徒 他们怎样得胜 就是借着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不会一下子死了 但是你说这样 都很恐怖 但是当我们深信 在那个时候神会和我们说话 圣灵会指教我们当时的话 圣灵和我们一起 即是基督徒在大灾难之中 会有特别神的指示 特别神的能力 特别经历到神的同在 所以在那个时候 应该是复兴的时候 很多人说到将来有大复兴 他们就希望在太平城市 我也很希望在太平城市有大复兴 但是现在来说 我们看到其实是很困难的 可能在这些困难 现在这些小的困难 譬如疫情也是小的困难 因为做买卖很多东西都困难 但是在这些时候 可能有些基督徒会更加企稳 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是跌倒的 所以大灾难 是一个分辨真信主和假信主的人的时候 这里说到就是奪去太平 将来 其实现在来说 很多东西都是很遥闹闹的 这些瘟疫 和世界上不同的瘟疫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经济的危机 其实如果你懂得做生意的人 他们都会很害怕 死了怎么办 也有很多人上班 随时都会被炒鱼 到底经济会怎么样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困难 很多人就会很害怕 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 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就是神话事 但是很多人就很害怕 就是说如果我们本身银行有钱可以用的 可以买东西吃的 那大家没什么担心 但是你现在要完全依靠神 外面是买不到东西吃的 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害怕 就是说完全依靠神就很害怕了 如果可以靠自己就没那么害怕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就要我们完全依靠祂 是完全不能够依靠自己 因为到时候你有钱都不能买东西吃的 好了 接着第三印就是黑马 就是食物的短缺 食物的昂贵 第四印就是灰马 就是死亡 在这个经文 其实有希腊文的译本 那个手抄本 是有那个字的摆位有不同 有些经文就说到 世上四分之一的人死了 但是也有古卷就是四分之一的地上的人死了 不过怎么也好 都是很多人的了 就是四分之一的人死 就是说现在人数好像有将近七十亿 不知道是六十八亿 就来八十亿 就来八十亿 那如果四分一死 就是二十亿 差不多二十亿死了 如果四分一的地 看见四分一在哪里 如果四分一在欧洲 在美国 或者东南亚 死的人数就非常多 所以这个四分一到底 分别有多大 到底是四分一的地 或是四分一的人死 其实也是很多人死 也没有什么分别 也不会说四分一地死 就是少很多 不会死少很多 接着第五印就是殉道的人 求神一 神冤 神就说你要等到被杀的数目满足 即是说 在大灾难的时候 都会一样有很多基督徒被杀的 但其实被杀的基督徒 当你一直都有神的带领 一直跟你说话 然后你可能被杀 而被杀 就在天上有大的赏赐 所以我们可以对于殉道 是一个正面的看法 如果我们真的被殉道的话 神会有特别大的赏赐 有特别大的祝福 死的时候 就算是辛苦一些 也不是恐怖 如果他死得很快 其实就不是很恐怖 因为如果一下子 很快的手 一点都不用害怕 但有些人很害怕就是折磨 但在折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求神保守 叫我们在折磨中不痛 或者在折磨中 把我们的灵魂拿走 立即可以脱离这个世界 神也可以做这样的方法 所以基督徒可以对于大灾难 不是存在一种惧怕的心 第六印 我们之前有说过 就是在启舍录 其实重复说到末日 而第六印 第六印是很明显说到末日 因为他说什么呢 他说天被卷起来 整个天卷起了 然后神愤怒的大日 来到那些人 就很想求那些山 那些岩石 倒在他身上 躲避神的愤怒 因为神的愤怒大日到了 神的愤怒大日 就是耶稣回来 所以启舍录不是一卷 顺着时间次序 但是他里面的内容 一部分可以顺着时间次序 例如第一印到第七印 可以顺着时间次序 但是这个七印之后 接着到七号 因为第七印也是世界末日 第六印也是世界末日 所以这些发生可以是同时的 不过是不同的现象 这个是七印 然后七印是不同的异象 约翰上到天上 神就让他看到七印 又看到七印 又看到七腕 又看到七雷 又看到其他的大淫妇 这个基督 不同的异象 而他将其放在一起 并不一定代表是全部顺时间次序 由开地七印的时候 接着就是七号 所以有些人就会将 比如七印 七号 结局都说到末日 我们继续看下方 就是这七号 大家留意一下 首先我们说到第五号 第五号的时候 是说到开无底坑 而之前说的现象 多数是自然界的现象 但是第五号开始 就是开无底坑 就是和邪灵有关 和魔鬼有关 就是说是否那时 就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 就是说是敌基督出现 魔鬼的势力很强 今次其中一部分 我们去研究就是这个 我们看这个七印的时候 他没有说到释放敌基督 没有说到这个 但是在第五号 就有说到 第一号就是什么 有冰泊和火 参着血 落到地上 地和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了 先说到世界四分之一 这里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大还是四分之一大 三分之一大 因为虽然那三小过四 但是三分之一是更大的 就是月饼切开四块 四分之一 切开三块是否大一点 三分之一就烧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很多人就很害怕 死了死了 哇 没有水了 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做的是倚靠神 因为呢 一会说到七碗的时候 全部都烧了 全部的水都没有了 那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生存呢 完全是倚靠神的 基督徒在世上 和不可以做买卖 一定是倚靠神的了 第二号就是有烧着的大山 游在海里面 海的三分之一变为血 海中活物三分之一死 船的三分之一被毁灭 我们看到七号的特色就是三分之一 那这里就是说到海了 海三分之一变为血 海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又坏了三分之一 那就是说海里面 很多问题发生了 接着第三号 就是有火烧了大星 落在三分之一的江河 全员上 这个更加恐怖 为什么呢 海水我们都可以不用 就是不是用来喝的 河水就是用来喝的 那它三分之一的河 和全员都变为毒 这个因层就是毒 所以死了很多人 那你又不知道那条河 是什么河 那近你那条河 是哪条河呢 那可能近你那条河 是有毒的河 所以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说到 信的人必有神迹 除了他们 就是奉阿明赶鬼 接着就搜案病人 中间就有 有喝尿什么动物 有吃尿什么动物 有必不受害 那可能那时候 我们真的要使用这个权柄 就是吃尿什么动物 佛一甚至不用吃 不用喝 都可以生存 因为摩西上西纳山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说 就算什么发生 总之神是掌权 还有神一样爱我们 这个最重要 在大灾难 祂不会停止爱我们 我们祈祷一样会经历神的 同在并且更强烈 所以我希望大家 无论在座的 或者在网上听到的 就会越来越 对于大灾难 是减少懼怕 因为我们知道 是神掌权的 我们就有神 就搞定了 好了 接着我们看回 第二、第三号 就讲到消灼的大山 和消灼的大星 到底这些是什么呢 有些人就说 是外星飞到地上 有可能性的 有些人也有说 在网上 你有看到的 2028年 有一个大星 那些瘟石 就会飞到地球 就会造成 好像不知多少个 核子弹的那种力量 所以有些人就说 2028年 就是世界末日 不过 这些 就是我们作参考 有用 但是可以用 这些都未定 不知道是否 也有些人说 会不会是核弹呢 就是 比如说火烧了大星 因为核弹飞的时候 真的好像星一样 飞飞飞 热了 热了 那是否这个大星 我们也不知道 到时才知道是否 那是因神 就是放射性的毒素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这些 我们就不要下判语 其实在末日 有很多人 很糟糕下了判语 哪个人就是敌基督 现在就是第几 真的有些人说 现在第几印了 现在第几好 现在第几好 大灾难来了 那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大灾难很清楚 就是说到 敌基督是坐在神的殿中 自称为神 他受人敬拜 超过一切所有的神 或者受人敬拜 而且先说到 就是四分之一的地 是那些人会死 或者是四分之一的人死 而这里也说到 也很严重 三分之一的人 就是水 受了毒害 亦死的人有很多 然后第四号 就是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 到现在就为止 全部是大自然界的 但是第五号开始 在一个熟灵的领域 就是开毛底坑 开毛底坑 就有蝗虫出来 蝗虫从毛底坑出来 应该就是魔鬼的领域 但是这个魔鬼的领域 居然是听神话的 为什么呢 它是不会去识 识人 好像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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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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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人的那种痛 但是他就不是去伤那些 基督徒 是伤那些 不是基督徒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是神掌管 以至 这些邪恶的势力 他们是听神话的 那他们就会出来伤那些人 并且他们受痛苦 想死也不能死 到底是不是 在大灾难时期 其中一部分 就是那些人不能死 想死也不能死 那时候的困难又很痛 但又不能死 接着第六号就是 百拉大河 干了 就有四个天使 不要说天使 四个使者 因为使者 因为使者 可以是 虽然在原文 都是安格罗斯 安格罗斯 可以是天使 可以是使者 这个可以是邪灵的 因为 他是被捆绑 我们经常都要留意 那些重点字 他是被捆绑 天使没有理由 捆绑在那里 所以这个 不是天使 应该是邪灵 邪灵在那里 百拉河 就是在伊拉克的地方 这个 序里亚和伊拉克 由序里亚一直流入去伊拉克 然后 他们会 杀人的三分之一 这里讲到 杀人的三分之一 接着第七号 很明显是 审判死人 和敗坏世界 那些敗坏世界的人 会被敗坏 以及基督徒 是会被赏赐的 好 我们现在看那些经文 未去到九章一节之前 看八章十三节 最后三个号的形容 我们一起读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和哉和哉和哉 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 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药时 刺及他 好了 这里讲到 有一个鹰 为什么神是用鹰来说话 大声说话 为什么神会这样 这是神的选择 其实大家如果看 启示录 以及看以色列书 就讲到天上的情景 你就会见到一些很异常的 我们没有见过的奇异的生物 比如四活物 它们四个面 还有整个轮 整个轮都是眼睛 那些很奇异的生物 是我们世上没有见到的 这样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神可以做不同的天使 这个形状 不一定像我们想着一个人 那样 神会不会做一只鹰 其实是天使来的呢 不知道 我们这些 我要说清楚 就是说有些经文 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就会知道 不过有些经文 不清楚知道 我们可以去猜测 比如像这个兽印 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是那些晶片 这个是可能的 真的可能 所以这个猜测不是错的 不过我们一定不可以 确实一定是晶片 魔鬼可能用晶片 或者第二天不是用晶片 有些人以为 不是晶片不要紧 第二个是印记 但很可能是用晶片 这个只是我们一种猜测 觉得可能是这样 而这里说到鹰 是不是一个天使 不过是鹰的样式 好像鹰的样式 或者是或者不是 我就会说明不肯定 不肯定不重要 有些人觉得不重要 一定要肯定 牧师口出一定要肯定 圣经肯定 我们就肯定 圣经不肯定 我们不可以肯定 什么人都不可以肯定 总之有个鹰 懂得说话 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门 禍灾禍灾禍灾 这个也挺恐怖 跟着吹的那些号 是非常困难的 世上的人是很大的灾祸 但是后面说到灾祸 也是攻击非基督徒 其中第二本也是攻击基督徒 另外有其他的灾难 也是攻击基督徒 比如受的恶 的国黑暗鸟 也是攻击非基督徒 也是攻击非基督徒 可以看到基督徒 可以得到神的特别的保护 但基督徒一样有受灾难 接着他说了其余的号 第九章一节 五位天使吹号 有一个星从天上跌下来 Pipto 就是fall 跌下来 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弱石至吉他 这个星到底是什么呢 启示六十二章三节 可能解释 我们要用经文解释的时候 有些地方肯定 有些地方是 我们只是说可能 我们一起读一下 天上又现出而将来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 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 率在地上 这个大红龙就是魔鬼 有七头十角 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神 三分之一率在地上 这应该指导 他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 堕落成为邪灵 来到世界上 这里有个经文说到星 在天上的三分之一 这是代表的寓意 为什么是星呢 因为天使也是荣耀的 好像星 不过就跌下来 所以有一个星由天下跌下来 有可能是说到邪灵 落到地上 因为天使应该不是 跌下来 不跟跌下来 跌下来 所以这应该说到邪灵 由天上下来 去到无底坑 有药士赐给他 那谁给他呢 到了时候 这是神 即是神给他的时间 现在可以开无底坑了 接着第九章二节开始 他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露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分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非到地上有能力刺给他们 好像地上揭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清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蝎子悉人的痛苦一样 这里说到开了无底坑 接着有烟在坑里往上露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都因烟分暗了 然后有蝗虫出来 这个情境 虽然他没有说烟是什么 但很明显令到整个世界黑暗 即是黑暗 这个黑暗是否单纯变黑 即是没有光那种黑暗 还是邪灵那种势力的黑暗 这是很大可能 就是说 这个真是开无底坑 就是说邪灵真的出来是很活跃 是释放魔鬼的时间 亦是敌基督开始活跃的时间 即是这个很大可能 因为这个跟之前不同的 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是属于灵界的现象 所以这里是很大可能 就是释放魔鬼的时候 是令到整个世界 是罪恶 以及各样的污蔑 黑暗和邪灵的势力是会很强的 在这个时候 然后就有蝗虫在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有能力给他们 这个又是一个次级 你会发现我用红色挖住的字是什么呢 都是有些权柄给他们 以及吩咐他们不准做什么 有能力给他们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神 就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 即是告诉他们不可伤害 没有理由是魔鬼做的 魔鬼怎么会说 你不准伤害那些有神印记的人 魔鬼当然是想伤害有神印记的人 所以这个给权柄的一个是神 不是魔鬼 他又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的青蜜 不过那些青蜜已经伤害了三分之一 之前已经伤害了三分之一 不过就不可以再伤 和一切的树木 所有的树木 这都挺惨的 就是那些青蜜 对不起 是不可以伤害那些树木 不可以伤害青蜜和树木 唯独是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只能够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所以这是违反魔鬼的作为 但是那些邪灵都是要做的 其实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有些落地獄 不过有些人 他们真的有机会回头 这个神给他们特别的机会 他回头就说到去到地狱的时候 邪灵不会因为他曾经跟着邪灵 就给了一些甜头 是落到他就折磨他 不过在那时候 有些人就呼求耶稣 神就给了额外恩典 给他回来 所以在那时候 邪灵也很乐意去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不过这不是他本身最想的 他最想当然是伤害那些有神印记的人 他就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是又不准他杀死他们 所以又是另一样的限制 不准杀死 只能够痛苦五个月 这个痛苦好像蝎子 识人的痛苦 我没有试过被蝎子钉过 不过我相信有人在网上说 因为那些 National Geographic 中文叫什么? 国家地理 国家地理的那些 他们都说是有人试的 有些人试的 有些人很厉害的 他什么都试的 有些东西 试一下钉一下自己 然后看了效果 他说到是很痛的 有些人是很勇敢的 他们什么都要试一下 这里有一个图 这些图都是代表性的 根本我们不知道的 到底这个蝗虫是什么呢? 有些人就说 这个蝗虫 都不知道是不是一些 现代的科学 那些杀伤的力量 或者是 不过多数都不是 因为它是在无底坑上来的 就不是在那些军器厂 军器厂那里出来的 而是在无底坑出来的 所以这个很大可能是邪灵 邪灵的一种 这个也是有些人的经验 这个是参考的 有些人去到地狱 就看到邪灵不同的形状 其实圣经说到 耶稣说 有不灭的火不死的虫 那些虫也很大可能 不是现在的虫 而是邪灵 邪灵成为虫的样式 可能这些蝗虫 也是邪灵的样式 就是去钉那些人 第六节 继续我们一起 就是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缺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离 远避他们 皇上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的好像金冠面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空前有甲 好像铁甲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陣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勾 能伤人五个月 有毛底坑的侍者 作他们的王 按着希伯来话 名叫阿巴顿 希利尼话 名叫阿波伦 意思是毁灭者 那时候那些人想求死 缺不得死 不能死 想死 但死就远避他们 那些王虫是很奇怪的 他好像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上金冠面 金冠面 面就像男人的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有头发的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所以又不像那些 现在有些叫什么 飞的那些 小小的 无人机 现在的无人机 如果你上网看 是很恐怖的 试过 有见到那些无人机 他一飞 追着那些人 一钉他就死了 也有一个影片 我见过 有一个人 駕駛了很大的货车 大辆货车开了之后 是一些发射器 发射一些无人机 和一些飞弹 他就说到 在有些地方 这是一个幻想 他们就会发出 这么多的无人机 还有 有些无人机 就是上谷又可以发射飞弹 去到一些军事基地的上谷 然后就把他的飞机 全部炸掉 这件事其实是现代 末后的日子的武器之一 都是挺恐怖的 这些无人机 有一件特色 它是很小的 它可以捐入那些屋里 即是敌人的屋 它可以捐入去 它可以偵察 它也可以将那些人杀死 它还有可以认人 可以认得人的样子 这也是末后的日子 会有的灾难之一 到底这些是不是那些无人机 因为它的声音 它的翼的声音 在这里 好像很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好像很多机器的声音 这个是不是无人机 或者是 或者不是 不过这些 为什么要说或者 我们到时就会去分辨 分辨那些出来 就专业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是 我就觉得机会比较大 这些是说到邪灵的 但是 它们那些飞的方法 是好像 好像车马 呼呼呼呼呼呼 一格飞出去 但是这些 我们心里 就记住这些经文 它们空前有铁铁铁 又是给人感觉 是不是那些 好像铁铁的飞机 那样 我们不知道 不过 我们知道 神会保守我们 然后它的尾巴 就像蝎子 在尾巴上 能够用毒钩来伤人 那麽底坑的使者 作他们的王 希伯来话 就叫阿巴顿 希利尼话 就叫阿波伦 那些意思 都是毁灭者的意思 那这个 就是说 由个摩底坑上来 大领的就是毁灭者 那这个毁灭者 到底是 魔鬼 还是魔鬼之下的 一个毁灭者 我们不肯定 不过 其实《诗经》 有两种看法 都有的 有些说 魔鬼 有些说 魔鬼之下 有一个毁灭者 不过 毛底坑开了 毁灭者 又出来了 那些 蝗虫又出来了 那魔鬼 没理由不出来 所以 是 绝对 是 应该 开这个毁灭坑 魔鬼是出来 是非常活弱 所以这是最后的三个灾难 所以那时候 魔鬼也有权兵 去做很多破坏 敌基督有很多权兵 有些人就说 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你不如不要做 我们平平安安日子 信耶稣赞美天父 哈利路日很大的复兴 跟着耶稣回来 世界每日便快活 但是神会做的事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我也想过 为什么要有大灾难 没有便好 简单一点 有大灾难 可能 有的原因 这些是猜测 因为圣经没有说的 我也是用时间去想 有没有可能 第一个可能性 我自己觉得 这些个人觉得 可能 就是 这样的时候 人唯一的选择 就是完全依靠神 为什么呢 你没有大灾难 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是依靠神 和银行的户口 甚至说 次序是银行户口先 然后先到神 但是到大灾难 是只有一个选择 银行户口 已经不能用了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依靠神 想买东西也没有 水也没有 这样的时候 唯一的选择是依靠神 那么 那些基督徒说 实际上很多基督徒 会这样说 现在神也没有什么用 你看 你病 祈祷又是一样病 他没有钱 祈祷又不是立即有工作 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 就是说 神的帮助不会立即来 但是当我们知道 神就想我们相信 神是完全掌权的那个 如果神是完全掌权 当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 是最困难的时候 神是可以掌管一切的 希望我们知道 原来大灾难就是一件事 就是令到基督徒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完全依靠神 好了 另一个选择 依靠钱 或者依靠兽的印记的时候 结果是很惨的 所以基督徒是要站稳 还有我们要传扬这个讯息 所以我准备下一本书 是送出去的 是送出去的 大家可以拿去派给人的 还有可以用电邮发出去 送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去看 去帮助更多人预备 耶稣回来 神给我们这个心 因为神供应我们需要 我们就不要想钱了 不用要赚钱 最重要是帮到人 帮人站得稳 而是用识经的方法 让人知道圣经的真理 这个我自己觉得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 大灾难是基督徒 唯一的方法是倚靠神 倚靠神 神的能力又大 平安又大 喜乐又大 神的职业都更加大 神的工作更加大 神的说话更加多 但在现在的世代 很多人依靠自己 反而他的灵命不能更新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譬如有一天 你真是丢了荒岛 那荒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祈祷 还有祈祷不是每刻求神 而是相信神现在在爱我们 神在跟我们一起 一直赞美神 神可以用奇特的事 祈祷的方法去帮我们 正如彼得 保罗他们在祈祷的时候 有天使来救他们 还有地狱的锁链 可以全部断掉 这是神可以用的方法 另外也是 启示录的时候 被人看到圣经的预言的应验 就是传福当时更加容易 虽然有困难 因为那些人受了印记 他们是不会再信耶稣的 但也有人不是 立即受了印记 另外 也会在这个困难的时间 那些预言应验 我们可以告诉别人 还有那些人看到魔鬼 真的这么邪恶 现在的人不觉得魔鬼很邪恶 但到那时看到魔鬼的邪恶程度 那些人更加会离开 有些人真的会离开 撒但教或者邪灵 就会真的信靠耶稣 就是说 越是显露出魔鬼的作为 有些人越是会跟从 譬如有些异教 他们杀人很多的时候 其中有些异教 反而会寻找真理 因为他们觉得 没理由会这样杀人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 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希望我们深信 即是在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深信神的爱 神的保守 就不用害怕了 好了 这里其中一个 这个蝗蟲的人画的图画 你看到头上有冠面 他的头发就不太清楚 有个男人的面 又有个刺 不过看得不清楚 下面就是第六号 我们一起读一下 启示录九章十三节 第六位天使 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 从神面前 金坛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 说 把那捆绑在白拉大河 即现在翻译 就是又法拉底河 的四位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事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君有二万万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好了 这里就说到 第六号 有声音由神的金坛的四角出来 这里也很明显 就是神吩咐 在天上吩咐 有声音在神面前的金坛四角出来吩咐 吹号的第六位天使 他说把那捆绑在白拉大河 即是River Euphrates 大家这里 这个图就是Eufrates 这个河 这个是伊拉克 这个是敘里亚 这里就是伊朗 在那时候 就释放了四个使者 而这四个使者 是捆绑的 因为上面红色框 是捆绑了 所以他们应该不是天使 是邪灵 是一些高级数的邪灵 不是普通的邪灵 是一些比较 等级比较高的邪灵 那这四个使者释放出来 他就要预备到了某年某月某日 某时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给他们的时间和方法 杀三分之一的人很多 很多人就说 杀人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 我相信也有些人寻求神 在那时候可能会呼求神 也有些人说 就算基督徒被杀 我们告诉周围的人 这个圣经的应验 我们真的要信靠耶稣 你悔改信靠耶稣 就算被杀 神都会救你的灵魂 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人去悔改 因为真的是大规模 实在三分之一的数目 现在是将近80亿人 即是有20多亿的人到时会死 如果每一个地方平均大约是三分之一的人死 这样的时候是很大规模 在那个时候真的很多人会很害怕 我们也是在一个时候 可以向人作见证 告诉他们 神是掌管那个 你看到圣经的预言 你就不用害怕了 他们的马军就有二万万 其实在启舍律说到几次打仗 待会我们会看那些几次的打仗 好了 这里就说到第六号 就是十七节那里继续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空前有甲如火 与子马老并流黄 马的头像狮子头 有火有烟有流黄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流黄 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这尾巴像蛇 并且有头容易害人 到底这些马是什么呢 骑在马上的那些人 骑在马上的应该是人 不过就是邪灵驱使他们 骑在马上的空前有甲如火 即是说可能他们的规格是很闪光 或者有电光或者有火焰 或者是一些现代武器 或者是一些邪灵的作为也未定 然后这个马的头像狮子头 有火有烟有流黄在马的口中出来 那流黄数来人都知道会烧着的 不过会爆炸是第十世纪中国人发明的 中国人发明炸弱 后来西方就有诺贝尔 他们就真的发明到一些比较强力的炸弱 这些就是后来人知道原来 硫黄和其他的化学物一起 可以制造一些比较强力的炸弱 所以圣经在这里 某程度是预言到将来硫黄有大杀伤力 因为你普通用硫黄 你就算找一大堆硫黄在那里烧 都不会杀死了很多人 硫黄在那里烧不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但如果是炸弱 那杀伤力就很大 譬如一桶炸弱 可以将周围很远的地方的屋 那些人全部都毁坏和杀了 所以这里应该是预言到 将来会有这些炸弱 很严重的炸弱 那这个是否说坦克呢 不过现在的坦克和将来的坦克 是会有很大分别的 即是现在的坦克 你见到它也是一额额额额额地走 但将来的坦克 可能什么都可以 爬墙 还有可能会飞 什么都做得到 即是说这些武器 将来可能 所说的是这些武器 也可能不是 但我们看到 基督说他们将来 杀伤力很大 如果杀伤力 这里说的 应该很快 所以基督徒也不用害怕 为什麽呢 用炸弱是很快的 即是一声就死了 所以基督徒一声就死了 就立刻上天堂 那时候 真的要炸弱死了 真的那些坦克来了 或者这些武器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生命交给主 如果有周围的人传呼音 就算死就死 或者神不想你死 明明炸弹来到 又炸不正理 那你就继续去传呼音 我希望我们有心理准备 到那时也不要害怕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 好 那我就在这张纸上 就印了三处的经文 就没有在PowerPoint那里显示出来 就有说到 有其他三场的战争 那他问的问题就是 到底这三场战争 和那场战争是否一样 后面有人伸来的 请你前面那些 有纸剩下的 传给他后面那里 好 我们现在看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 一起读一下 第六位天使把碗 倒在白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吸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 预备道路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 争战 十六节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了一处 希伯来话 叫做哈米吉多顿 这个经文很明显讲 末日的 为什么呢 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 争战 这个就是神全能者的大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聚集 争战 所以这个不是之前的一些战争 而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的战争 亦是这个战争 然后耶稣回来 就是最后发生的事 接着呢 这里就讲到就是 这个百拉大河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百拉大河 就是伊拉克的百拉大河 干了 就是吸引那日出之地所来的纵黄预备道路 即是说那些来的有很多是陆军 虽然有空军 应该有空军的 不过也有很多人 就会由东方通去西方 去以色列的地方 这里就是所讲到的 也在这里是讲出日出之地 所来的纵黄 我们去试试一下日出之地 即是包括什么地方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然后有那里的纵黄来到 在神全能者的大日那里争战 接着启示读十七章十二节 就是读读 你所看见那十国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德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受同德权 并与王一阳 十四节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那里讲到有十个国就是十王 他们没有德国 但一时之间要与受同德权并 以及将他们的权并交给受 然后他们就与羔羊争战 首先讲到将来有一个很大的政变 就是说有很多的国家 忽然间政权改变 忽然间有十个王 本来不是王的 忽然间成为了王 然后他们将他的权并给了受 然后他们与羔羊争战 所以也是末日 因为耶稣回来 和他争战 所以也是末日的时候 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责 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 这里讲到有兽和地上的军王 亦都与骑白马 这里讲到骑白马是神之道 所以这个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就是耶稣的 这三个战争战争 这三个战争 都是讲到梅日战争 所以不是顺时间次序 而是用不同的角度 来讲梅日战争 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九章这里 到底 这里又是伯拉大河 这里是讲捆绑的四个使者 后面就讲到河水干了 到底这里和后面讲的 是不是一样呢 它有些分别 就是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那么最后战争 是不是死了所有人 也不一定 因为耶稣回来 未必全部都死了 那是不是有另一场战争 在这里的经文 启示录第九章 第六号 没有显示这个一定是末日 没有显示到一定是末日 但是这三场战争 是显示末日 所以未必是同一场战争 但是我们看到启示录 是有重复讲到战争 这个也可能就是 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有另一场战争 不过这个红尺先 我们所说的 伯拉大河干了 有类似的地方 又是有伯拉大河 是不是同一战争 都有可能性 有可能性 不过不肯定 因为那里说到 就是有日出之地的众王来到打仗 那这里也有说到二亿 二万万就是二亿 二亿人来到 那到底这个 是不是那个日出之地的众王 来的军兵呢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在心里面记住 那我希望今天所说的 叫我们基督徒知道 我们将来面对的日子是困难的 但是我们有神 我们越听话 神越祝福你 那时候 你经历无限的能力 和神的同在 神的带领 我们的属灵生命 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个个都被提升 个个为人祈祷 都要满有能力的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 我都想那日子来到 我都有份 因为我未到的时候 我快点去天堂 不要面对这样的日子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 就是我愿意更加给神使用 更加给神祝福 而我在这段时间 我就尽量 今天也是迟了 不过我们也有少时间 我想尽量去帮助大家 操练去用心灵爱慕神 让我们操练习习 但从神得力 如何遇到逼迫 被人骂 被人攻击 被人拒绝 我们也有能力 还有带着神的能力 去为人祈祷 其实其中一件事 令到我在事奉上更加有能力 就是当我经历圣灵 圣灵 有人为我按手祈祷的时候 这个报道家为我按手祈祷之后 我就带着很大的能力为人祈祷 当时其中一个在场的 就是这位太太 在这里 我不说名字 她当时看着我 未经历圣灵 和经历圣灵之后 她看着教会改变 看着中间兴起了 现在总共有十个宣教士 传道人和牧师 是很大的改变 也有很多人找我 说她祈祷 真的看着她改变 我自己就说 那些人经常找我 为什么我们中间受训练的人 不是更多人出去吗 我祈求就是 我们个个都愿意出去 那你一定要首先装备好自己 在圣经的话语上摘根 和和神关系密切 亲人神 倚靠神 有满有神的能力 但我想简短说 有些人就说 你们的经历都不知道 是不是邪灵 那我们的回答很简单 你看果子就知道是圣灵的果子 因为看到那些真的 有很多人是真的很热爱神 和处理生命 和真的脱离罪恶 是走神的路 有些人就说 有时候 灵恩派有些教导 好像圣经没有说 那我自己就会说 我们尽量在圣经里面拿 我们不要说 别人接受 我们就接受 灵恩派说 有些我不接受的 我只是圣经说 圣经有说 审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圣经有说 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圣经有说 这些是不可否认的 我们就照做那些 我们就亲近神 用心灵诚实 敬拜圣经所说的 有些人有说其他 我们不会判断他们 到底他们有多对 有多错 我们知道圣经说的 一定是对的 而我们又真是悔改 信靠耶稣 那没理由是邪灵 明明是悔改 求耶稣赦面 那怎会变成了邪灵 如果这样 邪灵比耶稣更加劲 所以我们可以回答他们 我们是悔改信耶稣 求耶稣赦面 我们又遵从耶稣 我们又看圣经 我们又跟从圣经 没有理由是邪灵的 但因为这个 我觉得是末世的一个欺骗 有些人就会说邪灵 有些人就说 他不是说邪灵 而是他说 我们不想走这条路 但圣经告诉我们 是神说 我要将我灵 敲灌烦有血气 你的儿女要说而言 你的仆人和侍女 是要见到异象作异梦 这是圣经所说到的 所以我们也是 靠着耶稣去得胜 0 A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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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